各位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度收看操盘高手 我是高显荣 您现在收看的节目是我们在3月7号 跟大家所做的专业台股报告 继续提供大家最专业的解盘分析 希望对您的操作能够有所帮助 当然也都欢迎大家 当缘分到的时候 让我们一起来征服股海 共创双赢 好我们先来看到台北股市 今天大盘走势 在美股昨天是出现开高走低 留了一个长上引线的情况之下 台股今天又反过来了 台股指数今天平盘附近来做开出 震荡小跌14点之后 接下来又拉高上去 盘中最高来到15879 继续创了这个本波段反弹的新高 收盘指数上涨94点 以15857点来做收 成加了2300亿稍微缩下来 不过今天指数的部分 虽然上涨94点 继续创历史新高 重点在于投资朋友 那你手上的股票真的有创新高 有赚到钱吗 那么这个部分我们来看到 现龙老师这一波提醒大家 你要做波段 你要锁定有实力创新高的股票 包括电动车电网都所说过 这一波应该要锁定的重点 那就来看到包括这个地方 之前跟大家介绍的2308的台达电 这辆电动车里面的龙头大厂 我说过未来电动车市场大幅度成长 台湾的护国神商会是谁 将会是台达电 我甚至认为长期投资台达电 会比你投资台积电 更有这地方长期获利的机会 当时也看到车用产品进入业机起飞机 启动成长动能之后 法人积极卡位布局之下 我们242元以下买进 涨到300多的时候 我们302块 我说过调节一趟 等待压回再低接 我长线仍然继续看好 那后来2月1号 我们也建议会员配 292元以下可以再度的来做买进 技术面再度的一个转强走势出现了 那现在的股价呢 你看到今天再度的拉出一根长红 盘中最高来到307 突破了前波高点 甚至他又继续的突破什么 18619的新高 所以指数的部分 大家现在涨了3000多点 但是在15000多 上面还有年限还有两年限的大关 还是个反弹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真正有业绩成长动能 产业趋势向上的股票 向台大电 这早就已经创了18619的新高 那包括了开红盘之后 我们唯一新推荐的个股 1514的亚利 这一档强韧电网计划的受贿股 我们也说过今年最缺的其实就是电力了 而在去年12月营收就开始创历史新高 启动成长动能之后呢 手上的订单满载 订单今年业绩会持续成长之下 发现法人在进场卡位 我们也建立会员配 在这个开红盘中33.5以下都有持续在做布局马进 那这个股价一波的一个上涨 今天也是再度拉出一根长红 42.35又再度创了新高 不是说反弹的新高 而是最近这30年的股价新高 所以你看到正如我所说的 找到这种产业趋势向上 业绩有成长动能的公司 你能够在低档卡好位创新高上去 自然就会有大波段获利的机会了 包括像台大电的部分 现在创新高上来 242以下马进 302调节一趟 292再马 现在又涨到307的话 来回加起来75块的价差 10张已经有人70几万 那这个亚利33.30以下买进的 涨到今天最高42.35 这有8块8左右的价差 大资金的投资朋友买个100张 这种热门股买个100张 获利有80几万 你可以看到要找波段 就是要找这样的股票 可是当今天指数创新 这个反弹新高 真正的强势股已经突破18619 甚至突破历史新高的时候 投资朋友 那如果你在这边又去到处追逐所谓的强势股 跟着到处抢到处马上个月一堆投资老师 听说这地方现在这个中国疫情爆发全世界都在缺药就推荐生计股 结果呢今天升级股你看到像宝瑞大跌了24块半下来 像这地方美食重挫了7块半下来 那或者是上个月一堆投资老师 罕进的升级股这几天跌下来就不讲了 开始在前两天又一堆人再度的喊进军工概念股 国防概念股 结果呢今天指数就涨了94点 雷虎今天反手下杀跌了1块9 今年反手下杀跌了1块钱 到最后投资朋友 指数好像又继续涨 但是你的股票真的有赚到钱吗 还是有赚指数赔价差呢 好那么到底接下来大盘会怎么走 你该如何操作才能够真正稳扎稳打 能够将获利放进口袋 这个部分我们待会都会再跟大家继续做详细的说明 那节目一开始当然我们还是要先按照惯例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县荣老师今天给会员朋友快打当冲作战操作建议的内容 那今天我们当冲好推荐了两档个股给会员 第一档5425的台办这两天有利多见报说夺得了德国车厂的大订单 出货要冲高了昨天股价锁住涨停之后 早盘拉高上去大户散户在抢金的背后 有大户拉高出货的迹象 转弱讯号出来我们建议短空先卖 不过今天9点19分建议短空先卖 106到107.5之间先做卖出之后呢 平均顺利的卖在107 但是到了9点33分发现不大对 有两派大户在来多空剧烈厮杀 有人在出但是也有人想要继续拉 这样的状况风险变大 那我说过我们操作的原则 先把风险摆在确前面 有疑虑我们就先收回资金 所以当时股价在107 107.5的价位 我们平均早盘卖在107 这附近先做买回 成本附近顶多小赔个五毛钱 我们就赶快跑 所以顶多赔个五毛 假设百万额度今天做个十张 这个台办好了 今天五毛钱大概就5000块左右给他 没关系我们宁可小赔拒绝大赔 很容易都能够赚回来 那台办今天顶多赔个五毛钱收回资金 另外一档个股 6 2 3 5的一个华福 也是在这几天利多频传之下 昨天所死涨停丑 散户今天继续追高的背后 有大户开始拉高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了 那接下来的股价 我们也建议会员配 9点36分发出指令 建议会员配 短空6 2 3 5的华福 65.4到65.6之间先做卖出 平均卖在65.5的加位 因为你看后来最高达到66元 都能够顺利卖得到 对不对 好平均卖在65.5之后 接下来股价开始反手下杀 不过最低达到64.5之后 又被乘主 这同样也是有两派大户 在那里多空僵持 所以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也不留恋 建议会员配 早攀65.5来先做这个地方 卖出之后 最低达到64.5 我们在65元附近 这地方通知大家来做买回 因此今天华福 马上就把0.5元的价差 给赚回来了 刚才的台办小赔个五毛 华福因为股价比较低 才六十几块 百万额度可以做个二十张 二十张刚才的一个台办赔个五千 二十张这边是可以进账个一万 所以是不是马上就把台办赔掉的钱 给赚回来 当然这就是我们的原则 看错顶多小赔 看对有时候小赚四季大赚 当然目标还是像上个月 像金瑞价 发现短线搭货锁完涨停 隔天拉高出货 转弱讯号出现之下 逢高顺利卖在250.5以上 打下来这地方 反黑242.5以下买回 一口气八块价差 五张四万块的大红包赚起来 目标还是像这地方 上个礼拜材料KY 短线隔日冲大户锁完涨停 隔天散户还在继续追高的时候 大户出货 转弱讯号出现 我们摆到之后 373先做卖出 卖完之后 打下来这地方 363以下买回 10块以上价差 目标351达正才全数回补的 甚至可以赚22块都有 三张至少就3万块以上大红包 又是一个大获全胜 当然目标还是像东哥有停价 短线隔日冲大户锁完涨停 隔天散户追高 大户反手出货 转弱讯号被我们逮到 那天成功的卖在423的平均价 我们422.5到423.5先卖 最高425 打下来 这个半小时左右时间10点不到 就已经达到目标 40000元顺利达正 22块的大红包 三张一口气进占个6万6回来 所以你看到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一个操盘高手 虽然不可能说天天稳赚不赔 党党大获全胜 那是不可能的神话 但是你看到 只要你能够做到我们所说的 有疑虑小赔马上收回资金 不要让大赔发生 看对 有时候小赚 伺机大赚 这样长期下来 自然就能够成为股市当中真正的赢家了 那我们也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操作方式 你看到兔年开红盘以来 1月30号到今天为止 我们有赚一定有赔 重点是我们每一笔操作 都诚实报告给大家看过 看错的 今天台办赔个5000块 有的赔个1万多 顶多赔个2万 看对 滑幅赚个1万回来 那有的赚个2万多 有个赚个3万 赚个4万 赚个6万的 最多一天进账6万6 都不是不可能梦想 那就是这样的 啊 严格控制风险之下 利用最小的风险 看错小赔就怕 看对 有时候小赚 伺机大赚 最后在盈亏相抵之后 开红盘到今天为止 累积报酬率 目前是超过了22% 也就是假设投资 每一档都用百万额度 在做操作 一档股票 一百多万这样操作 从开红盘到现在 一个月 两个月不到的时间 已经有人帮自己加薪 个十百千万 十万 二十几万 你看到 要用当从 帮自己月入个 十万以上 不是不可能梦想 百万额度操作 月入十万 不是不可能梦想 关键就在于 你要能够做到 我们所说的 看错小赔 看不当大赔发生 看对有时候小赚 四级大赚 自然就能够成为 这样子最后的赢家 那如果说投资 怕认同 献荣老师 这样的操作方式 也认同献荣老师 这样 每天都坚持 不说谎 不骗人 你看到真的 有赚钱没赚钱 我都诚实报告 每一笔操作 给大家看 那么都欢迎大家 缘分到的时候 一起来征服股海 共创双赢 欢迎认同我们理念 也想利用当从 稳扎稳打 帮自己多创造一份收入 多加一份薪水的 接下来行情 也继续跟好我们的脚步 好 回来继续谈到 这个盘式的一个结构 那在去年初 指数攻到18000多点 最高18619 突趴18034的时候 当时我们都提醒过大家 在指数创新高的背后 成交量没过高 指标没过高 价量高档背离 指标高档背离之后 中期回档危机已经出现 风险意识绝对不能少 好 所以当时提醒这一波21个月多头的资金行情 已经开始扭转 那后来大盘真的就资金行情扭转 一路的下沙跌了将近6000点 直到1262913附近 当时我们刚刚提到 那指数下沙破底 可是台币已经守住32.335 没有再破 而指标这时候出现了低档背离 持续向上 五日均量 这地方当时还比较弱一点 但是技术面上来看 在年限两年限那时候在16100 16300附近 这个 乖离已经高达3600点的情况之下 我说将有机会开始持续的反弹 来修正这一波的一个负乖离 好 那上个月指数来到15000多点 我们也刚刚跟大家强调过 大盘接下来是2400亿的多方攻击量出现了 量的趋势在转强之后 台币也能够转升 外资的买盘再起之后 台股很有机会在横盘三个礼拜之后 又有机会转强 再维持我们所谓的金金涨的一个格局 好 当然现在指数的部分 今天又已经涨到15800多 又创下反弹新高 继续的往两年线的目标 在做迈进之中 你可以看到目前为止大盘走势 都符合现龙老师技术分析关键的转折 这个的一个掌握 但是也提醒过大家 那指数虽然有机会持续反弹修正 所谓的负乖离 但是基本面上来看我说过 景气灯号毕竟连续两个月蓝灯仍然低迷 而自行车手机笔电库存调整还没结束 航运半导体新产能在今年明年 还会大量开出家居供物余求 甚至伺服器资料中心原本是需求最强的 前阵子也都传出来需求减弱的声音 这些股票我说过你记得反弹要早卖点 不然买错股票你很有可能就赚指数去赔价差 是不是这样呢 你去想想这波指数反弹三千多点了 你还抱着一堆航运股 你还是一样继续套牢在那里 没有赚钱甚至还在继续赔钱啊 对不对 那这次指数涨耶 万里行情一个拉回又下沙 一个回档 你可能看到那些股票又会破底啊 对不对 所以我都提醒啊 不是说指数会涨就好 你要去找到产业趋势向上 业绩成长往上的公司 这样的股价才有机会有实力去创新高 那我们也说过你要找这样的股票 你要做波段就找这样的股票 尤其锁定在电动车跟电网的部分 当然之前推荐过的像电动车电池大厂的新胜利 也就是发现了业绩启动了成长动能 创新高 大户也在卡位布局 那时候股价拉回在季线半年线附近的时候 指数在破底的时候 我们建议会员票38人以下 再做一个长线布局买进 上档不设目标 后来6度拉到涨停 涨到六字头的价位 我觉得过热了 也建议会员票38人以下买进 58人以上全数出金 你看这样的股票 它是6度涨停重点创了历史新高 你能够在低档卡好位 你才能够掌握到波段的利润 而不是抢这个跌升反弹 如果你要赚波段的话 就是要找这种有实力创新高的股票 那我们一个创新高获利了结 20块的价差 对不对 有人做个50张低价股又热门的股票 50张不过分 对不对 那获利个百万入带 那包括了目前手上剩下两档个股 一档242元以下买进的台达店 拉高到302调节一趟 压下来292再度买回之后 现在股价今天又创下新高307 65块加上中间10块的价差 目前来看10张也有70几万 对不对 那这个亚利也是在这个开红盘之后 唯一新推荐的个股 33.5元以下买进 最低有到32.35 到今天最高已经到42.35 你看8块多的价差 10张80几万 100张有80几万了 那股价它创了历史这个30年的新高了 你看到这样的股票 你不用拉回 你不要去追高 你要拉回找买点 最好是跟这些人老师一起买在起一张点 那我只是强调 你如果要赚波段的利润 你不是在抢跌升反弹 你要去找这种有机会有实力创新高的 那我们会持续锁定在电动车跟电网的部分 这几天我们也正在密切观察 正在公布的这个2月份最新的一个营收表现 有谁的业绩如果启动成长动能 大户开始进货 像之前的新生利 台达电 亚利这样的股票 有机会站上起涨点的 我们一起来掌握 这是给大波段的投资朋友提醒 当然对小资组而言 我仍然叮咛大家 那指数虽然看起来又继续创新高 但是最近你看到 累股轮动速度真的越来越快 当台积电没有能够去过546高点的时候 其实这个盘势虽然指数看起来还在涨 但是已经轮到短线大户来主导盘势 那短线大户就是今天拉一根长红 又多吸引你去追 追完人家就出货准备割你的韭菜 你这样到处去追高所谓的强势股 你会发现一下子追生计一下子追军工 很容易到最后满天转金条 一追又套牢了 那万一套牢了你才来长期投资吗 小心啊万一这行情真的反转下去 毕竟大盘随时也在涨了3000多点之后 有可能随时反弹结束 那怎么办呢 到时候越套越深便长期投套牢吗 当然不行 所以我会提醒 那对于小资组而言 善用快打当冲 加上我所说的反市场操作 这更有机会将获利放进口袋里来 尤其我们的快打当冲 讲求的是这个地方盘中满手赚了就走 有赚没赚旁后空手 自然能够帮大家把风险先降到最低 先把风险降到最低 再来稳扎稳打 掌求赚钱机会 那我们每天会按照SOP 第一步观察盘式决定多空 找到符合条件个股 确认转折态果断出手 并且遵守纪律理性操作 像今天台办 一早平均先卖在107 发现不对 两派搭乎在那里多空剧烈厮杀 二话不说107 107.5附近 小赔顶多五毛 马上收回资金 做个10张顶多赔个5000 无伤大雅 很容易赚回来 对不对 第二档个股 华福 65.5卖出 65回补 0.5元价差 20张进账1万 不就马上赚回来了 当然目标还是像上礼拜材料KY 前一天大户锁完涨停 隔天散户追价 这个大户在出货 我们逢高373先卖 打下来563以下买回 5351目标也都有达正 10到22块加差 三张就3万块以上的大红包了 多的赚个6万6 都不是这个不可能的梦想 对不对 东哥游艇 你看到也也是前一天锁完涨停 隔天散户在追高 大户趁着利多剑豹在做出货 转弱讯号出现 我们短空先卖 成功的卖在高档 423元的价位 杀下来目标401 10点不到顺利达正 22块的大红包 三张百万额度做个三张 一天就进张6万6 你看不是不可能的梦想 就是这样看错小赔 不让大赔发生 看对有时候小赚 四级大赚之下 从开红盘到现在今天为止 累积当中 报酬率 赚的扣掉赔的时候 已经超过了22% 也就是假设投资炮 每一档都用100万出头 百万额度在做操作 这个开红盘到现在 已经有人帮自己加薪了20几万了 那如果说投资炮 认同献榮老师这样的操作方法 也想利用当冲 稳扎稳打 帮自己多创造一份收入 多加一份薪税 提升生活品质 实现人生梦想 不要犹豫不决 就从现在开始 那现在加入 不管是大资金想跟着 县荣老师 掌握到像台达电 新生力 雅力 像有实力创新高的股票 还是小资族想要稳扎稳打 掌握当冲 帮自己加薪的机会 现在都有不错的优惠给大家 现在加入都还有机会 学到县荣老师 亲自传授的操盘级技术分析的 线上课程 以及每个月都还有会员专属的实战教学 单冲的独门绝活要传授给你 想要深入了解 想跟着县荣老师掌握赚钱机会的 广告休息时间 都欢迎来跟我们做联络 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 新的解盘分析 这一前瞻的产业观点 恰许分线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头部高老师 极品操盘惨罪 入会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2781-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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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头部真心照顾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再提醒大家 台北股市大盘指数 在横盘整理三周之后 看起来又突破了反弹的新高 有机会继续维持金金涨 往两年线募金来做迈进之中 但是毕竟许多产业趋势仍然在往下 景气仍然在下滑 这种股票 你记得反弹要找卖点 不然买错了 你可能赚指数赔价差就算了 万一大盘一个回档 率先破底的可能都是这些股票 对于大资金想做波段的 记得你要找有机会有实力创新高的股票 产业趋势向上 业绩成长的电动车电网拉回 这地方仍然是大家的首选 那么我们的之前电动车电池大厂的新胜利 38块元以下买进 58元以上全数出勤 50张获利百万入贷 台达电242以下买进之后 现在300多块还在继续获利之中 亚历的部分也在33.5以下买进之后 今天又继续创了新高 接下来我们也会继续观察 即将公布的最新营收 有谁业绩启动成长动能 有大户进货 有低档转强 站上起降点机会的 我们会再来把握 用最精选的股票给大家 欢迎大资金的投资朋友 想做波段的投资朋友 想掌握台达电新胜利 以及亚历匠股票的投资 跟上我们脚步 对小资组而言 仍然叮咛大家 现在的盘势直速 这个高档再来回震蛋 类股轮动快速 短线大户在主导盘势的时候 你会发现 到处追高所谓强势股 很容易摸天专金条 一追又套牢 那这样的状况 你要记得 善用我所说的快打当冲 加上反市场操作 其实更有机会将获利放进口袋 那么我们的快打当冲 每天会提供最多两档当冲股 给你做操作建议 清楚的告诉你该先买先卖 清楚的提供进场价 预设停损获利目标 没时间看盘 老师帮你看 到了下简讯通知 无论如何当天带进 都会当天带出 那像这个月以来 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操作方式 持续的利用看错小培就跑 今天台办小培五毛 这个华府马上赚回来 那目标还是像之前的这个地方 这个材料KY啦 东哥游艇啦 精锐啦 这样一口气大赚个3万 5万6万都有可能 那累积开红盘到现在 报酬率赢亏相抵赚的扣掉赔的之后 已经超过了20% 也就是假设每一档都用100万出头的额度 你来操作 过开红盘到现在 已经很多人帮自己加薪 各十百千万十万二十万以上了 那如果说投资朋友想要利用这种 稳扎稳打方式多创造一份薪水 来提升你的生活品质 实现人生梦想的 不要犹豫不决 就从现在开始 现在加入不管是大资金想做波段 小资组想做当冲 都有提供不错的优惠给您 还有机会学到县隆老师 亲自传授的操盘及技术分析 线上的课程 以及会员专属的实战教学 详细内容想深入了解 都欢迎你指名加入 有我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 让我们一起来 征服股海共创双赢 本投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